字幕君 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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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面对一流的超级大索 還是複雜的防守战术设定 只要我們歐神仙穿上球鞋 踏进球場 這些看似難以突破的銅牆鐵壁 在他面前就像紫弧一樣的城牆 得分如叹狼曲污一般 轻鬆協議 今天絕皮跟你一起看籃球 就跟大家用慢动作来看看 Irvin的精彩得分技巧 有哪些是你可以学习的 而有哪些就是他异于常人的篮球天赋 那我们就先从外围讲起 截至今日场均41.6%的三分命中率 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建立在 每场出手7.1次标进三颗的情况下 更可怕的是 不限制于特定的出手方式 Irvin可以在洛边底角 完成接货转传的patch and shoe 也可以自行移动双脚 先做出一个摆脱假跑细节 摆脱到第一线防守 接着利用炮的掩护 打了个手递手挡拆 得到了可以出手三分的大空挡 甚至是转换光景的跑动情况下 也可以稳稳地把队友的送球变成遥远的祝福 但这些都是球星可以做到的事情 真正超距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可以在对位防守下把球弄进篮筐 Irvin拥有可怕的切入破坏力 让他三重威胁动作充满压迫感 看看这个三重威胁动作摆好 把球拿到可以攻击的位置后 把重心稍微拉高 对位的球员马上把手举起来 接着刺探布踩下去配上一个晃间 抓紧对方沉退的一瞬间 重心改变 马上拔起来 利用这一丝丝的空间与时间 就能飙进三分蛋 而这样的基本概念 不管是对到哪种身材的防守怪物都适用 看看遇到超级侧翼大锁OG 就算轴心脚变成了右脚 一样是把球拿过来 转换成三重威胁动作 接着一样拉高重心再做一个刺探布 再次抓准OG重心往后退的一瞬间 直接干拔三分命中 其实以后卫的身高来说 要用这样的方式把球打进 真的是相当困难 但Ervin运用这样扎实的基本动作 没有过远的刺探布 维持自己良好的出球动作 外加他苦练接近one motion的出手速度 让他仍是可以打进这种高难度的三分出手 那接下来就是行进间创造三分的机会 先利用一个短档拆改变OG的动心 接着一个胯下换手并接上启动步伐 再次抓到OG成退的瞬间 直接拔三分 看看这个暂停画面 Ervin完全用个人能力 创造出了完全不会被干扰的出手机会 再来也是完美的利用掩护 先是一个双脚垫步启动后 再往掩护者后方走 并且顺势双脚垫步搜球 直接转换成出手动作 一气呵成的流畅画面 完美利用掩护者创造出投射机会 这球则是利用了对方的预设立场 看准对手已经准备要往掩护者方向走 顺势往左侧做了一个假动作后 马上用背后运球拉回来 并且顺势收球 就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三分出手机会 那当然身为超距的他 解读防守的能力也是一流 看看这球替虎在防守胶带上出现了大失误 Irvin当然是不客气的收下三分弹了 那接着把我们的攻击范围拉到三分线内 也就是现代大数据篮球中最没有效率 但却也是胶土战中最重要的中距离 而Irvin同样也是这个攻击范围的翘楚 再配上他的运球技巧更是难以防守 看看这个下球细节 利用掩护后拿到球 把球往前拿右脚往前跨 利用身体掩护挡掉追绑的人 接着面对补防站位的人 拿走的中距离直接把两分轻松到手 这球则是跟Lifely精彩的挡拆配合 利用Lifely疑似要挡左边的假动作 把对方重心骗走 接着Lifely跟Irvin精湛的默契配合 转为突破右侧 然后在全速突破时急停拔起来 让对方只来得及用眼睛防守 接着这个中距离的出手更是精彩 这球就算顺势被对方逼着行进路线走 而是可以利用身体掩护创造出突破空间 并且利用脚步闪过干扰的斜防者 接着精彩的来了 他用一只脚的力量缓冲掉了突破的力量 把向前的力量变成向上的力量 在空中保持平衡等对手飞过去 才稳稳地把球打板投进 这真的是努力难以到达的天才境界 Irvin这种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持续运球的能力 让他有了更多机会展现他的中距离破坏力 这球又是跟Lively的配合 接着便运球并用身体扛着对手 当对手硬要绕过来前面时 一个背后换手把空间往对侧拉开 一个横向后仰再次拿下中距离 再来人是利用挡拆 但没有创造低拍的机会 不过他马上再来一个宽步转换 下压突破 顺利杀到篮下 但他没有直接硬上 因为他已经阅读到协防者的到来 因此他选择往内多踩个欧洲步 并确保自己可以持续运球 硬是绕过篮筐下方 接着精彩的翻身后仰跳投 潇洒的打板拿下两分 可以持续运球的能力 让他可以在球场上逛大街 把球带到任何他想出手的位置 遇到比他壮的 他可以丝滑地闪过对手找到空间 遇到跟他一样快 甚至身材比他好的 他可以用节奏与变相来排脱对手 他真的是用运球 把空间与时间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高手 而这样的运球与突破能力 自然能吸引大量的协防者 那队友有像海一样大的投射机会 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那再来继续看看 Irvin怎么用运球拆掉对手的防守 这个play是一个双挡拆 但第一个挡拆来时 Irvin先顿了一下 并且选择第二个挡拆加速 直接把大索OG甩开 顺利点名到缓慢的中锋 那接着就是他的short time了 呼快呼慢和因应对手做出调整的运球节奏 一个挡拆后看到Zion上来 马上把球往前一甩 就是一个超级大空打 而这个甩球动作 可是Irvin的哪首好戏呢 大部分的人面对包夹都会选择分球 但Irvin可以在面对包夹的时候相当沉稳 因为他不会轻易地搜球 也不怕球被夹掉 这球稍微往后拉 把对手吸得更靠近的一瞬间 直接往前一甩 直接甩开两个人的包夹 变相变成在外围点名到缓慢的中锋 接着就是好戏上演 突破后一个欧洲布踩上去 一个人靠运球就拆掉对手的防线 再来这球先是在侧翼做无球掩护 并且换到了可以在侧翼单打的球员 达拉斯也帮他清开了单打的空间 但剃弧教头也马上做出了应对 指挥球员启动包夹 接着这里就是精华了 眼看包夹要从右边上来 马上做出一个往右的甲动作 同时把两个包夹的人重心都骗走 创造了左边的突破路线 但替护的斜防这次来得很快 年轻的双腿也跟在Irvin旁 这次Irvin怎么创造进攻空间呢 这里给大家暂停一下猜猜看 是急停跳投 抛头还是节奏变化的出手呢 答案就是制造碰撞 没错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制造碰撞 Irvin如何借由合理的碰撞 与身体对抗来创造出手空间 那马上就送上最精彩的Play 面对身体数值强Irvin好几个等级的OG 先是利用一个挡拆 再加上连续的换手运球来创造突破的角度 但身体数值极佳的OG 其实还是挡住了Irvin的攻击空间 接着就是重点了 Irvin不是闪躲 反而是往OG身上靠 只有身体的接触对抗创造出一丝丝的出手空间 接着用他的护球手保护最后的出球角度 行云流水的在对位下完成这个美如画的上篮动作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制造碰撞的重要性 看看Irvin这个往底线的切入 巧妙地往对手身上一靠 就弹开了可以抛头出手的空间 那不免熟的马上来个对比画面 看看这球 听哈德威Jr也是走底线切入 但他并没有往对手身上靠 而是顺着对手压迫的路线走 那自然而然是不会有出手空间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更菜的画面 哈迪接到球后一步突破 踩了一个不太有意义的欧洲步 然后还顺着防守者的压迫方向走 让自己的出手角度变得相当差 当然不会有太好的出手机会 而这个制造碰撞 如何用得恰到好处也是需要学问的 看看这球 英格人绕过掩护后 面对追防对手 改变行进路线 往对方身上撞 还多了个手肘的动作 那裁判绝对会赏你一个进攻犯规 看看我们的听哈德威Jr也是一样 突破后 对方用身体接触来限制你 你可以用身体的碰撞去对抗 但只要你的手肘举高 哨音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那你或许还会说NBA有很多球员 会利用这样制造碰撞的技巧吗 当然如果你跟Zayan一样拥有魁梧的身材 还具有可怕的爆发力 直接无视防守者的对抗 那当然是直接拧压就好 但如果你是后卫身材 想在一群壮汉里面讨饭吃 拥有的这项技能 绝对只有加分 不会扣分 看看Green这样的突破对抗 虽然游走在进攻半规边缘 但我有这样的身体对抗碰撞意识 才有可能在NBA生存下来 那接着我们就来继续看看 Ervin如何运用他的碰撞能力来制造机会 运过半场后 轻轻点一下对手顺势弹开 往旁边一个垫步 就是中距离的机会球 换从右边全场推进也是一样 这次对到的是更壮的OG 一样是运球顺势 往对方身上轻轻靠上去 接着身体碰撞制造空间 然后再次往右侧垫步后 创造了可以拔中距离的出手机会 只是有时候 也不是每次都能顺利创造空间 这球Ervin 一样想要用身体对抗来顶开Randal 但Randal一直保持很好的对抗性 连着Ervin 就算Ervin已经踩了一个欧洲步 他仍是可以完美封阻Ervin的出手角度 可惜欧神仙 还是可以用他异于常能的腰力 在空中拉出一点点的出手机会 让Randal的好防守化为乌有 可以快速的改变方向 也可以用缓慢的节奏制造碰撞 射程范围包含在三分线后出手 也可以在中距离内随时拔起 靠近蓝筐时的鬼魅步伐与神奇腰力 让他的攻击范围遍布全场 而且他不只是自己能得分 还能引导队友去得分 后场的防守篮板一捡到 看到队友在前场 精准的双手送球 马上就是两分到手 持球推进时 看到队友漂亮的跑位 马上人到球道 简单的两分球轻松拿下 这球更是精彩 在中场接应的阿炳相当清楚全场球员的动态 一接到球 直接来一个棒球式的挥避传球 传出一个漂亮的玩慢斗 直打Gurin手上 看看这个漂亮的侧头子弹球 真的是太赏心悦目了 而不只在全场攻击 在半场攻击的部分 也是不断在鼓励队友 勇敢去攻击篮筐 看看这球战术轮转后 Gurin对位到对方的中锋 当他还在犹豫不决时 Ervin马上做出了手势 要他大胆攻击 球队的老大哥 给小老弟这样的鼓励 绝对会让学弟们吃了超强的定心丸 下一球在外围对上Randal 马上大胆的切入 并且自行去找身体接触来创造空间 虽然动作能是粗糙 但他确实是有意识地在做正确的动作 而当这些小老弟 知道不用一直把球塞给球星时 合理且果断的决策 就会不断出现 让团队的进攻更加流畅 而Ervin在忙着指挥队友时 可没让自己的威胁力下降 看看这球他在虎顶四肌而动 随时调整自己的站位 当Ralpose的炮一接到球 他马上无球走位下滑 顺势形成一个高地位的机会球 轻松上篮得分 这球则是相反的概念 在侧翼持球 分球给上中的Kleba后 马上做出一个向上摆脱的动作 甩开Riffs 直接下滑到底线 用无球高地位的配合概念 创造了可以轻松投射的机会球 接下来这球的配合则是更复杂了 油炮在虎顶八排 Ervin与Tin Hardaway Jr.在做两人的无球配合 Ervin再次阅读出对手防守交代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空手切就是两分到手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篮球天才的天赋细节 不管是无球 持球 还是运球 甚至是搜球后的变化性 都是NBA这个殿堂中的最高境界 还外带相当优异的完成手感 真心期待他可以跟Luca一起走到最后的终点 试说你有觉得Ervin在哪几项技能 是你有机会可以学习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还要说 那个我们曾经以为的Luca最佳副手 如今也成为纽约的重要球星 虽然上述有些画面是拿他来对比 但Bronzer的好真的不用再多说 真心期待他可以快点入选明星赛 证明自己没有Luca也能打出一片天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想看什么题材再快点告诉我吧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